最厉害的就是陈医师他帮他的爸爸在去除这个老人班上面 听说10天就把这个最大科的这个班呢去掉了 那刚好是因为我知道我父亲的肠胃功能 有年纪大了蠕动比较慢 那当时只是因为想说帮他做一个体内环保的调整 你有进就要有出 不要说对爱里面很多天舍不得出去 所以只是因为从肠胃的系统调整之后 没想到才不到10天他最大的那个黑色素沉淀就不见了 但是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说一般的例如说皮肤上面如果有什么 赛斑啊或者是老人班很多就会是用外科手术 像例如说雷射啊把它处理掉 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有反黑的状况 但是为什么我们吃中药反而可以这么快好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案例你就可以知道说 当你身体健康你的循环改善你的蠕动改善 你该排除的废物排掉的时候 你的脸上就会呈现不同的样貌